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来了他的一本新书是一部历史小说 曹操 这部小说可以说他的主题跟过去易老师很多年来 在公共舆论空间里面给咱们中国的这些读者也好 听众也好 观众也好 带来了关于三国时代或者东汉末年时代的这些话题讨论 是有直接关联的 要不我们先还是从易老师写这本书的一个创作出发点来讲 就是在做了那么多关于汉末人物 关于曹操的这些公众演说或者说一些讲坛以后 您还是觉得要为他创作一本这样的虚构小说 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研究这个整个中华史 我就发现了三国或者就我们通常说的三国 也包括三国前传吧 就是东汉末年那一段 一共不到一百年吧 其实在整个中华史当中没有那么重要 它是一个小插曲 因为我们如果把我们民族的国家史啊 我们分成三个历史阶段 那么第一个的阶段呢 我称之为邦国时代 邦国时代就是一个天下许多国家 包括最早的部落国家 就很多部落变成了国家 它有很多很多 那么一直到春秋也还是一个天下许多国家 一直到战国甚至都是这样 到秦并天下 这一段我称之为邦国时代 那么秦并天下到辛亥革命 我称之为帝国时代 那么辛亥革命以后呢 就进入了共和国时代 不管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是都是共和国嘛 非君主制的共和国 那么在这个帝国时代当中 三国很不重要啊 一闪而过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三国迷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有一本三国演义吗 那么三国演义 号称四大名著之一 而且在我看来呢 它是中国这种演义型的历史小说 我指古典啊 中国古代 这个演义型的历史小说当中 它是成就最高的一部 它成就高是因为它有价值观 它不光是有故事 那这个弄得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因此衍生出很多的三国题材的戏曲 戏剧 甚至影视 所以文学作品的传播力 远超过历史著作 那我当然希望我的那个想法 能够有更好的传播嘛 所以就要写一本小说 一不小心就写成了上中下三卷的 长篇历史小说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部曹操 曹操 而且是不是跟 就是您刚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和它在历史长河中 所处的那个真实的位置 那个阶段相比起来 它在中国文化 或者说作为中国文化代表 它占据的这个分量 其实是不相称的 不相称 甚至我们说四大名著里面 当然可能除了中国以外 未必有很多人真的听说过 四大名著这个说法 外国人知不知道是不好说的 甚至包括我接触的一些 比如说在日本的文化圈的朋友 他们会说三国演义 在日本可以说家喻户晓 但除此以外 其他的三大名著 可能差了一个量级的 这样的一个传播力度 那这个情况呢 我倒是没有调查过 不敢乱说 但是我知道这个叫做 我称之为中华文明圈 这个圈里面 这个中华文明圈里面的 这些国家 三国的故事是非常 家喻户晓的 那就包括朝鲜半岛 包括日本 包括越南 还有泰国 我当年的品三国 就翻译了韩文本 日文本 越南文本和泰文本 那就是因为他们 很熟悉这段历史 它这里面可能呢 有一些原因吧 比方说我去越南 然后是越南国家博物馆的副馆长 他中国留学生 中国留学回越南的 讲一口越南枪的汉语 他把我带到一幅画像前 他说这个人就是我们越南的诸葛亮 你的祖先就是因他而死 可能是很多越南人知道 我的那个祖先呢叫一仙 他是我的十八代祖宗 就是按照我们家祖谱一代代数上去 他刚好十八代 刚好十八代 刚好十八代 他是明初 在永诺年间就到了越南 当时越南他本来也是一个国家 那么叫陈朝 他的皇帝死了以后呢 留下一个小皇帝 就被他的宰相推翻了 推翻了以后 这个孤儿寡母就给永诺皇帝写信 希望这个大明能帮他一把 永诺皇帝把派兵过去以后 帮了他一把 把越南就收归大明了 就变成大明的一个省 那么我的这个祖先呢就到亮山 就是现在的越南亮山市 到亮山去当知府 一直当到宣德年间 或者越南把这块地上收回去 边境的地方官 对 他是大明帝国的一个地级市市长 所以你看在这种文化交流当中 他们会提起这种历史的 国家历史的这种叙事 国与国的外交当中 会拿中国的这种古典的 三国演义里面这样的人物 他做比喻嘛 对 就是通的 两边的人可能一提就能明白 原来他说的这位民族英雄 是这样的一个地位 对 您创作这个小说 就是您对曹操这个人的兴趣 这可能所有的 您的读者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尤其我甚至觉得 可能是不是最近这么多年来 曹操他在中国的这个文化传播当中 他形象的一个转变 甚至后来的很多影视剧 他拍曹操的那种思路 都可能受到您当年 品三国的一个影响 对 应该是这样 那所以首先一个就是 你为什么会选择用小说这种形式 因为历史写作 他可以不是小说 他也可以用一些更 非虚构的这样的方法 你说的这种非虚构的做法 我已经做完了 之前有品三国 后来有中华史里面的三国记 这个工作我已经做完了 没必要再以曹操为视角来写一个 我用不着再写一本 曹操传了什么的 曹操传很多了 像张作耀先生的曹操评传 是很好的著作 那么老一辈的这个史学家 吕思勉先生 他也有谈到 那个三国的这个历史书 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著作了 但是以曹操为书名的历史小说 还没有过 其实我们作为小说的读者吗 很多时候也会感受到 比如说很多人在阅读历史小说的时候 更容易给中国的历史小说挑刺 或者他们会认为 中国的历史小说创作当中 我们很难真的把它 平行到一个古代世界的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人的思维方式 这些剧情 怎么让它形成那种古人的氛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就像我们今天看很多影视剧一辆 虽然演的是古装 但是可能里面的人的形式方式 一看就是一个现代人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方式 这个问题是这样 我首先呢 我的依据是三国志和后汉书 那么大的事件 它的这个 至少结果是不会改的 也不敢改 你吃笔之战 曹操打败了 我不能把它改成打赢了 对吧 但是原因是可以推测的 就起因是可以推测的 我只是保证结果跟历史完全一样 因为古人写史 他一般不太去写那个起因 就包括三国志里面 赤壁之战 他就说曹操打过去了 他并没有详细的讲 他为什么要打这一仗 因为我们都很熟悉的赤壁之战 他有一个问题啊 当时曹操南征刘表 这个很好解释 就是曹操他统一了北方以后 灭了元绍以后 北中国就一统天下了 他现在心腹之患就是长江以南 长江流域呢 三个州 上游叫义州 下游叫扬州 但是呢 因为扬州有一半在曹操手上 另外的一半在孙权手上 所以一般都说他江东 当中的就是荆州 所以他必须南下把荆州拿下 然后就两头就管住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分析的 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军队南下的路上 刘表就死了 然后打到新野的时候 刘表的儿子就投降了 投降了以后 他的军队就进了襄阳城 因为襄阳那个时候是金州的州制 那么按说他拿到襄阳 其实就是拿到了金州 当然他金州还一个概念 就是金州以南的江陵 就是现在湖北省金州市 就叫当时叫江陵 江陵也很重要 他又应该南下 拿下江陵 他也做了 到了这个时候 他的一个假 谋士假许就跟他建议说 不要动了 你留在江陵 然后呢 把这个励志 把它改善好 把让老百姓安居落叶 那么剩下的那些地方 不战而降 传袭而定 传袭而定 完全可以这样 而且你军队也已经很疲劳了 而且刘表留在江陵的这个水军和水军的这个战备物资 你已经都拿到手了 现在无法解释的就是 几乎历史学家们都在为这个问题纠结 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匆匆忙忙 他不早不晚 也不能说匆匆忙忙 等了三个月 对 他是个不早不晚的时间 就很多历史学家指出曹操赤闭之战 错就错在这个时间节点 他叫做不早不晚 就你还可以早一点 你早一点南下的时候 在当阳长板坡 遇到刘备 把刘备打到落滑流水 你那个时候就追着刘备追过去 也可能就把他灭了 没追 跑到江陵 又等三个月 那你干脆再等半年呗 又是个冬天 就是纯粹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讲 是很难解释的 那就小说家就来揣摩他的心理 或者说是我的曹操 他这么想 而且甚至我觉得不只是这些大人物的心理 中间一定发生过无数的这些 没有被正史记录下来的小的事件 甚至大的事件 就像我们去看二战史 因为二战史 他已经进入到一个现代文明 留下的资料非常的丰富 刚提到像那种敦克尔克这样的大撤退 包括德军的很多的一些行动走向 他为什么中间会有一些牵沿 为什么会有一些摇摆不定 为什么会有很多后人看起来觉得很模糊 但是当我们去找到足够多的资料的话 会发现其实发生了非常多具体的事情 汉末这一段恰恰是因为这些具体的事情 可能大家只能凭空去脑补 他没有记录 他甚至我认为他有很多重大的遗漏 甚至在当时的人眼里是非常重要的事件 没有被记录下来 是 完全有这种可能 你比方说 我们还说这个听众非常熟悉的这个赤壁之战 那么战后 你想 战后 居然没发生什么事 赤壁之战打了这么大一个败仗 可以说让曹操是颜面尽失 我觉得这个可以直接对比蒲坚 肥水之战之后 他北方其实就已经 对 但曹操确实是 他吃了这么一个大的败仗 感觉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对啊 所以后来胡三省 柱姿姿通见 他就说了一句 他说这个赤壁之战以后 许都其实是有反朝势力蠢蠢欲动的 他也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就从情历上我们推算 就他当丞相的时候不是很服人的 不是很服人 他只是因为把袁绍打败了 那包括什么恐龙这些人都是怪话连篇的 就把恐龙杀了嘛 把恐龙杀了才能去打荆州 那还有很多没杀的恐龙呢 他这不得嘀咕都没有啊 终于嘀咕一下吧 甚至要做些动作吧 没有 完全没有记载 而且胡三省都说了这个话 但他也拿不出史料的证据来 那些人都干了什么 他只是根据情理来推断 对 而且他可能也有点根据 他不会说的那么死 他说就是有人不服不满 他说的很清楚 那他没说具体的故事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来填补空白 那么你回刚才说的问题是怎么样 让我们一下子进入那个时代 是吧 因为汉默人的这种 无论是生活状态 甚至他们思考世界的方式 跟今天的人其实截然不同的 是截然不同的 对对对 就有人可能会追求去表达这一点 也有的人会觉得 我希望在小说里面 可能我重点关注的 倒不是说去还原他的时代风貌 反而有另一些他想去表达的 传达的这些信息 历史风貌还是要还原的 那么就从很多细节去还原 这个恐怕只能靠读者去慢慢读 慢慢读 读下来才能有那个感觉 然后以及他的换思维 他得从我们通常那种电视剧 那种作法你们跳出来 你比方说现在我们一些剧 见的官员都说大人 张大人李大人王大人 府台大人 这是不对的 汉代大人是称父母和父母辈 父辈叫叔叔都可以叫大人 没有叫官员叫大人的 但是读我的书读者 可能不会一下子反应过来 他都慢慢的去体会 我的所有的称谓 都是严格按照汉代的称谓 器物比如说九尊啊 九杯啊 玉啊玉环啊玉壁啊 都是有出土文物做证据的 包括他的起坐行走 但凡有记载的都严格的 按照东汉末年的那个记载去描写 然后有些地方我会做一些交代 所以刚开始读吧 可能会有一点门槛 而且会有一点觉得怎么这样写啊 就是我为了让大家弄清楚 你不要说为什么要攻占上书台 我必须把上书台的重要性把它讲了 又比方说这个东汉的那个官员的这个官阶啊 我们一般的历史读的读者呢 习惯了这个唐义后的那种标识方式 就是从一品到九品 但是汉代不是这样 汉代是叫制多少石 而且这个石呢 也老辈人认为是 哎你怎么读石啊 应该读蛋啊 其实不对的 汉代是读石的 就是石石头的石 高级官员就是最高叫中二千石 然后二千石 然后笔二千石 那我如果不说明一下 大多数读者是搞不懂的 也不知道哪个官大哪个官小 所以我这个地方会做一些交代 所以这块是您那个在写小说的时候 把这个小说和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些真实的 比如说他的官制 他当时的这种朝廷里面 这种精英阶层的这种社会等级 做一一对照的地方 就这块是您力求真实的 我绝对真实 这些地方都是所有的诸如此类的细节 绝对真实 我可以说 我甚至那个果卖的同事 还编了一本称谓词典 就把所有的有关汉代记载里面 人与人之间如何称呼 是个麻烦的事情 比方说我这本小说里面有一个女爵 叫吴炎 因为她是 实际上是唯一的女爵 这本质上是一部男人戏 就您写曹操不是从她小时候开始写了 出来就35了 出来就35了 但里面有一个女爵 那么她出场的时候是一个江湖女侠 那么曹操怎么称呼她 怎么叫她 叫姑娘吗 不行啊 姑娘这个词汉代没有 后来我们查了大量的资料 发现可以称足下 就足下这个尊称呢 既可以用于男人 也可以用于女人 而且我们这样做是有证据的 已经把文献的证据找到了 就这些地方都不能马虎 对 您这本小说我刚看开头的时候 当时就非常惊讶 因为它是从一个已经 你想35岁这个年龄在汉末那样的一个时代 对吧 其实甚至可以认为是个高龄了 对 他从那会儿开始 你写这个曹操 这本小说作为一个起点 而且第一次出场 就让他参与到一场非常刺激的 即使在三国演义里面 也被浓墨重彩的 这样的一个刺杀事件 但是您在小说里面应该是比照历史 还原了他的刺杀对象 不是董卓 是去刺杀张让 对 他没有刺过董卓 他刺的是张让 这个是有史书为证的 但是史书说的很简单 他只是说他进入了张让的内势 然后被发现了以后 他又跳墙走了 那他到张让那去干嘛的 你也不能断定他就是行刺了 但是也不能断定他不是行刺 只知道他去了 他肯定是偷偷摸摸去的 否则不会被发现以后就逃跑了 那你很难说他去偷东西 那行刺更合理 这样他一开始出场就是一个刺客 而且是个菜鸟刺客 我特地让他大白天 穿一身黑衣服蒙着脸 那大白天你黑衣蒙面人 你反而引人注目 就是让我是想告诉读者 曹操也不是一个什么 一出来就多么牛的 那么牛A的人啊 他实际上也是会犯错误的 就这些经验都是积累出来的 你学费交够了之后 你就才能成为历史上 你扮演的那个角色 对 但是他毕竟天赋极高 这个要承认 所以他当时虽然地位也不高 这个人也不是太成熟 但是因为他天赋极高 他最后能成就大业 而且比如说我自己看小说 尤其前半端 我自己个人感觉 就是您刚提到一个描述 就这本小说是一群 非常聪明的人的戏 你会发现就是 即使在三个眼里面 被描摹的那么愚蠢的袁树 他反而一开始 在您的笔下是一个 其实不是个小角色 对袁树这个人呢 我是其实气氛不重 远不如他哥哥袁绍了 但是袁树这个人呢 你们要想象 他们家四氏三公 就用翻译成现在的这个语言来说 就是他们家一百多年来 四代人都做到了正国籍 这样一个家族真是百年老殿啊 所以这样的家族的子弟 他跟人家不一样 袁树这个人嘛 他特别拽 他虽然是老三 他老大是袁姬嘛 老大袁姬呢 继承了这个他父亲的爵位 而且官职也高 老二就是袁绍 但是袁绍呢 是弊女生的 就连小老婆都不是 所以袁树一百个 瞧不起他哥 当然袁绍后来过继给伯父 也成了嫡子了 那么袁绍也做到很大的官 做到二前十的官 那么袁树也是二前十 比二前十 那这袁树骨子里 瞧不起他哥 那怎么表现 袁树这个人物呢 他就是拽 所以我总让他肩膀上架只鹰 然后袁绍请客吃饭 他去搅局 国商期间 你们聚众饮酒啊 他就桌上拉块肉 喂他的鹰 所以你去读那个后汉书和三国志 知道他是一个没有人缘的 除了孙坚 曾经跟过他以外 这个后来孙策 也跟了他一段时候 他几乎就没有盟友 那他跟吕布也一会儿 勾结一会儿翻脸了 没人缘的 他没人缘什么呢 谁都看不起 但是他哥哥袁绍就大不一样 袁绍就应该是那种 有点很精致啊 就是我笔下的袁绍 当然我也是有依据的 就根据三国志的记载 袁绍呢 有三个儿子 袁上 袁西 袁谭 那三个儿子 他要立个接班人 按照当时的制度 他应该立老大 第一长子嘛 他立了老三 为什么立老三呢 他说老三长得漂亮 长得帅 像我 袁绍是这么个人 他自己非常漂亮 肯定是漂亮 证实是有记载的 他的容貌啊什么 因为东汉末年呢 他是一个以貌取人的时代 嗯 东汉末年一直到魏晋 这个社会风气 我们只能尊重历史啊 对吧 袁绍就是高大帅 而且呢 风度很好 吃喝穿戴 极其讲究 嗯 我还特别让 董卓去问 这个曹操 说袁绍是不是很帅 董卓拿着曹操的名次 汉代是有名次的 就相当于现在的名片 不过跟现在的名片不一样 现在的名片会印啊 某某某什么什么 职务电话号码啊 email 这个古代的名次 他要写上 什么什么的 人某某某去见谁是谁 他这么写的 嗯 把自己的什么都写上去 总说拿着名次问 你叫曹操 是 斯蒙德 因为这个 古代的字啊 都是好词嘛 这曹操就打一句惭愧 四十几了 曹操说三十五 不像啊 曹操说 长得丑 然后董卓说 能比古还丑 曹操马上回 那比不上 就通过这个对话 一下子把两个人物 呈现出来 有前面这个铺垫 所以有后面董卓去 问曹操 袁绍是不是长得很漂亮 然后就跟曹操说 那个男人长得漂亮干什么 男人长得太漂亮了 成不了事 咋真成事 他悄悄地说 那成大使者 得向你我 好玩 人物就鲜活起来 对 各位好 长期以来 忽左忽右和图书的关系 一直密不可分 我们在公众号的资料延伸 还有JazzPod的小红书账号上 长期都在整理节目中提到的书单 并且也邀请研究者 作者们登上节目 还有JazzPod的夏日定番 Jazz Read活动 最近呢 忽左忽右也上线了卖书业务 可以前往公众号 忽左忽右 Left Right 回复买书 两个字 了解详情 您刚提到那个汉末 对吧 他那种社会风气 其实非常既注重你的这个人物 可能出生 非常在乎 对 你的门第 门第 而且甚至也看你的外表 对吧 你是龙张凤姿 还是张头鼠目 对 当时的人很毒舌 高富帅嘛 你必须 对 而且越旦平应该也是那个时代 对吧 越旦平就是那个时代 越旦平那个时代 他就是要把人分三六九等 而且要传播出去 要传播出去 但是他这个点评呢 是双重意义的 就是包括道德意义和审美意义 或者是对这个人物进行道德评价 或者是对这个人物进行审美评价 这就是东汉末年 一直到魏晋 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风气 就是高度的重视审美 你这个人长得太差 是没办法的 就没法混了 后来不是有名的故事 就是那个谁 潘约嘛 嗯 貌若攀安嘛 就讲他嘛 他出去春游的时候 驾着个空车子出去 回来以后的 一车水果 拿来的水果 那女人送来的 他出去以后 那女人都跑到街上来看 看这个漂亮人 后来也有一个诗人叫佐斯 佐斯一看 还可以这样吗 也开车出去 结果装毁了一车石头 佐斯长得丑 他大家有石头扔他 他这就是一个社会风筝 你没办法 刚其实我们就聊到您开始写这部小说第一个场景的刺杀张让 但是对中国读者来说 那肯定是赐董卓这件事给他们留下的印记更深一点 我不知道就是在汉末 您做比如说历史研究的时候 那个年代这种行为是非常普遍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东汉末年好像屡次发生这种行为 甚至像袁树也派人刺杀过当时的城王流宠 甚至孙策本人也是死于这种刺杀 这个形式是从先情开始 你去看读左传 左传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史记好像有还有刺客列传吧 对 金科啊这些人都大家都耳熟能详嘛 而且汉代离先情也不远 就现在我们看很远啊几百年 但古人几百年就很近了 很近了他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而且我一开始写曹操赐张让 这首先我是有历史依据的 而三国演一写曹操赐董卓 是一点历史依据都没有的 那他都可以赐董卓 我怎么不可以赐张让呢 对不对 另外我后面还有呼应啊 就是后来有一场戏 就曹操怀疑他们要行赐汤 那么我这个戏呢是这样写的 那就是当时汉帝国和罗马帝国是有来往的 他们把罗马帝国称为大秦 又叫海西国 而且他们派过使节来的 我就设计了一个秦界 就又有使节来了 来了以后呢 先见寻遇 讲他们海西国的故事 同时问曹操是怎么样的人 他就讲到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凯撒在元老院开会的时候被刺 他讲了这个故事 他就会说 你们的曹丞乡就是我们的披萨 他会讲这个 这个东西传出去以后 曹丞乡就警觉了嘛 当时我想的汉代人搞不清楚啊 就用寻一问什么叫元老院 罗马帝国就是乔廷 曹会的时候杀人 这不可思议 但他确实一个曹会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按照当时的制度 就要曹操不能建女上殿嘛 把配件解下 把鞋子脱掉 然后按照当时的制度 这是有历史依据的 这些三公带兵进宫来进建的时候 不但要去掉鞋子和剑 而且要用两个卫士把它夹起来 把人夹起来 但是有两种夹法啊 就两部书上记载的不一样 一种就是一左一右把它夹起来 还有一种就是用那个挤啊 插在这个脖子上 这样插上去建皇帝 那么我这里写的是 两一左一右的 我也是拿着刀 把它曹操一把夹起来 而曹操呢 他是个儿不高的 就根据历史我们推测 为什么这样推测呢 就是但凡身高拿得出手的都有记载 比方说诸葛亮身长八尺 八尺是什么概念 一米八四 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确切的知道 诸葛亮身高一米八四 因为有文献记载 记载当中最矮的谁 刘备 多少呢 身长七尺 多高呢 一米七零 那么曹操多重要的人物啊 曹操如果身高超过七尺 一定有记载 那么我们由此推论 曹操身高在一米七零以下 一米六几 那么两个高大威猛的卫士 把它一夹 等于是拎起来就走 曹操就觉得这个 罗马元老院 刺杀这个凯撒的那一步 要上演了 这个在我这么说的下卷 那个也是非常紧张的 那个节奏 那才引出他后面的一堆事情来 就是我 我希望这个 在历史上记载的 曹操一生的几件大事 他都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必须是文学化的 他必须是有故事情节的 包括到最后 我都有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就是 有一个人叫芷熙 芷熙这个人是什么人 他是孔荣的朋友 孔荣被曹操杀了以后呢 曹操下了一个命令 不准收尸 要报尸街头 那芷熙过去 腐尸大哭 但曹操没有杀芷 把他放 这是一个意识 就是鲁迅先生说 那么俯叛徒的尸体而哭 他能够这样 那他是一个意识 而且芷熙是不同意 孔荣对曹操的那种态度的 就是芷熙在 孔荣一骂曹操 芷熙是出来制止的 但是孔荣被杀以后 他就哭 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那么我就安排一个什么案子的 就是他去见了曹操 曹操当时已经是未亡了 出来以后 回到家里面 他的书童问他 要不要准备晚饭 他说不用 我在外面吃过了 然后接着说肚子疼 肚子疼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句话 叫做笑面虎白眼囊 谦谦君子须提防 赶快去找请医生 然后就书童出去以后 把华佗先生请来了 请来以后 此习已经奄奄一息了 就说了两个字 未亡 那这是一个谋杀案 而且曹操是第一嫌疑人 因为他是从曹操王府里面 出来中毒死的 但您在小说里面 没有明确的去写他 具体会是谁 是只是通过紫西的扣 对啊 我就要审案嘛 就有一趟庭审嘛 曹操马上就说 这个事儿我不能审 因为我也嫌疑人 我们魏国也不能审 必须大汉来审 上书天子 请天子派人来审 天子派来人叫吃虑 吃虑是大汉的御史大佛 因为曹操恢复的西汉的制度 就是宰相的第一人是丞相 第二人就是御史大佛 最高监察长官 管监察管司法 吃虑来审这个案子 一个一个问 一个问 就问曹操 在魏王府吃过东西没有 没有 喝过东西没有 没有 然后那在哪中的毒 问书童 书童说 我家主人说了 他从魏王府出来以后 在路上 有个朋友请他吃饭 嗯 这朋友谁 实际说我们只能叫他某甲 这个某甲是谁 那一点一点分析 一点一点分析 所以一直到本书的结尾 都没有告诉读者 凶手是谁 但是跟你留下了很多的线索 可能是谁 这是一种跟读者互动的趣味 对 就是读者可以互动 而且这个故事 你知道我脑子里面立刻想到什么 送案重审 对啊 对啊 这是重审吗 对 那大家就猜 我最后是这样写的 曹操和曹丕 就聊这个案子 最后曹操已经立曹丕为太子 而且准备要交权了嘛 就问他这个案子 曹操一下发现 曹操好像怀疑司马懿 但找不到作案动机啊 嗯 他有什么好处呢 他这样做 那么还有别的人是哪个谁 杨修什么什么 可能吗 他们两个又想到了另一个人 我不说谁啊 父子俩同时又想到了另一个人 他是有动机有条件的 那没证据啊 那曹操问 差吗 他说不差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知道真相 嗯 我不知道您过去这几年 也会不会看可能新出的一些 跟这种厚瀚题材 跟三国题材有关的这些剧集 像军事联盟这种 我就看过军事联盟 其他都没看 您作为历史学者看这些剧 会出戏吗 会啊 那马上就反映了 但是我不会去纠结他 随他去嘛 如果我打算看这个戏的话 我就看下去吧 看他怎么编嘛 总体上你评价如何 你觉得像军事联盟这样的 对这几个人物的表达 军事联盟 那个曹操是成功的 司马懿那种形象呢 司马懿 他们在洗白嘛 我这个书里 已经写了让曹操对曹毕说 司马懿这个人你要提防他 嗯 这人五常不沾 六亲不认 仁义理智性 五常不沾 我是没有想到 就是您对司马懿的评价是 非常严重的一个评价 他在您的曹操这本小说里面 占的戏份怎么样 很少 很少 因为后一辈 很少 因为他也没有机会让他多出场 嗯 但是虽然琢磨不多 但是会给我的独子留下深刻印象的 嗯 正因为他出现的少 所以每个地方都不能浪费 这种其实是反而能让他的形象变得更加的 对 而且我让曹毕一开始不喜欢他 反正我心目中的司马懿就是像蛇一样的 但这样的话一定会有听众过来质疑 不 他可以喜欢 对 比如说我想可能有一些听众的出发点会是认为 叶老师您讨厌司马懿 这个可能他们也可以理解 但反过来说您又很喜欢曹操 就曹操干了很多事情 跟司马懿您能比较一下吗 咱们哪能跟曹操比啊 曹操是光明磊落的 他全是一谋诡计 曹操绝不会像他那样去装病吧 装病给自己的父亲看 装中风 对对 那是个恶作剧嘛 小时候 对 了解曹操很重要的就是他的数字令 又叫让县自明本质令 我这个书里面也是花了很大的笔墨来写这一段 史书记载很简单 就是天子针锋他四个县 他是县侯嘛 县侯本的一个县就行了 针锋他四个县 但是没说为什么针锋四个县 然后曹操把四个县辞掉了 发了一篇教令叫让县自明本质令 那所以我的写法的不同就是我首先要讲清楚为什么要针锋四个县 而且是赤壁之战败了以后 没道理啊 你打一大败仗赏你四个县肯定有原因嘛 那我的安排就是想赎买给你针锋四个县 加上原来那个县五个县给你 你就在那安享晚年 把全力交成 我这样猜测也是有依据的 因为曹操的让县自明本质令你们有这一条 就是他说的很清楚 他说现在天子封我四个县 我受之有愧 你们要我交权 我绝不同意 这句话背后他其实逻辑是连着的 是连着的 我要把权力交出去了 我老婆孩子都没安全 而且现在就是需要我 天下就需要我 设使天下无有辜 不知几人称王 几人称帝 这都是让县自明本质令的原文啊 你从这个原文可以倒推过去 他一定有这么一个试探 就是针锋让权 赎买 赎买之前 那又要编很多的故事 这其实就刚刚说到的 赤壁之战之后 他一定在北方发生过一些结果 一定发生过一些事情 其中之一就是说 给他针锋四个线 让他把权力交出来 史书没有记载把权力交给谁啊 那我这里写得很清楚 是交给寻玉啊 就让寻玉来做这个成像 寻玉做成像是一个方方面面 都能接受的人物 那么这里面就有了寻玉和 曹操的一个复杂关系了 那寻玉的戏份就更重了 但曹操是很坦率的说 司马懿绝不会这么坦率的说 那些虚头巴老的东西 我不要 不得目虚名而处实祸 所以你去读 让现自明本质力 你会觉得曹操真可爱 在什么地方 他就毫不掩饰 也毫不避讳 他实实在在就把他想要的 跟你说出来 我这个小时候名声也不好 所以我也没什么志向 但是要被人看不起 我也不乐意 我这才出来做这个官 做那个官 我就想死了以后的墓碑上写一个 故汉珍惜将军曹侯之墓 我就这样 后来我打董卓失败了 我让曹洪他们去招兵埋马 我也就说三千人够了 不要弄大了 弄大了数大招风 招人羡慕嫉妒恨 你看我就这样的人 我到今天我是因为一步步逼过来的嘛 我既然到了今天 那我就要干到底嘛 嗯 所以你们别想我交出去 那个说的坦诚啊 这个 是不是很可爱吗 对 对就刚提到曹操这么多 就非常生活化的很多描写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些证实里面 历史书里面可能留下来的 对啊 这个有点反我们的直觉啊 就是尤其像这种被他的后代追认为了 帝王的这些 因为中国的传统嘛 喜欢是尤其在可能两汉呀 中国以前啊 神话自己的起源是一个 可能很多儒生就在做这个事情 对吧 他要建构自己的这个神话 高祖斩白蛇旗 但是我们看到曹操这个人物好像很特殊 他留下了大量的 关于他的很风趣的这些生平的故事 一个根本原因 我认为就是曹操自己不在乎 没去搞这种造神 对啊 他觉得用不着啊 然后你有关于他有什么 这个那个记载 一般说他自己写的东西 嗯 他的让线自明本质令 这不是伪造的 是他自己写的 他就是不在乎啊 而且你看一下他的遗令 就他的遗嘱 你就看得出来 他他对人生是一个什么态度 嗯 他作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政治家 而且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人 他的遗嘱里面没有政治遗嘱 就是说我死了以后 你们要怎么治国 使用什么制度 一个字都没有 实际上他去世以后 曹操就改制了 把曹操的政治路线也改了 曹操其实是没有继承曹操 这个政治遗产的 嗯 但是曹操的遗令里面没有半句交代 然后唠唠叨叨的讲什么呢 先讲了一句 说姑这个人 一生他做了很多事 有的做对了 有的做错了 我做的对的 比方说执法如山啊 严民军记啊 你们要继承 我犯的小错误 发的大脾气 不要学 姑这个人有头疼病 所以沐浴以后 一定要记得给我戴上头巾 他指的是死后的沐浴嘛 哦 那些 我那些女人们都很辛苦 让住在同阙台 要善待 小老婆们 把我留下那些香 把它分了 然后让他们学做鞋 做好以后拿出去卖 这是他的遗嘱啊 所以苏东坡说 他的遗嘱叫分香卖女嘛 他是这样一个人 他怎么会在意 要跟他塑造一个什么 高大上的形象 他不在意的 第二个呢 这个曹魏 这个朝代非常短 就是他一些反对派的言论啊 也还没来得及销毁啊 还没来得及去做这种 整理工作 整理工作 就传下了 传下了 其实反而让他形象 非常生动丰富 所以我为什么 那一时候品三国 称曹操为可爱的奸雄 就是他的那些弱点 他的缺陷 他全部是暴露出来的 他不会藏得很深很深 把所有事情都做得 岩石合缝 滴水不落 他不会 那这样的人 就对于作家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一块材料吧 是 有性格 有层次 对 很丰富 多面 就是您刚也提到了 很多关于曹操本身的 这些 尤其前面也提到了 袁绍 袁树这些 就是 像曹操他本身在 因为我们去看他的一个经历 在汉末天下大乱 他35岁作为一个中年人 那么短短的时间内 他能够去掌握这样的一个政权的中枢 他跟袁绍的关系 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他在青年时代 其实有大量依附袁绍的 这个阶段是这样吗 不是 他也 青年时代 他也不依附袁绍 他不需要依附嘛 他好歹也是太尉的儿子 对吧 袁绍和曹操他们父亲是贫瘠的 但他父亲的那个官是买来的 是买来的了 他不见得要去依附谁啊 他只是和袁绍关系好嘛 那么 郑史也没有记载 袁绍的出生时间 因此我们也不知道 曹操35岁的时候 袁绍多少岁 但是既然能成为哥们 而且一起偷过新娘子 年纪相差不太大嘛 曹操35 他或者就36 37 38吧 那也本来年纪稍微大一点 那么家族也大一些 叫声大哥 当时叫大兄嘛 那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说依附他不依附的 所以袁绍那个时候建议何进 请那个董卓进京 他就不赞成了 他是可以跳出来说 他公开反对的 而且他也不是按照史书的记载呢 他好像就是在私下里嘀咕了一句 就是何必纷纷召外降呼 也不是当面给袁绍说的 就他们两个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关系 但是我这个写的 他们两个有手足之情呢 从创作的角度讲 就必须前期是关系非常的亲密 后来反目为仇 还有这种戏剧感 他才有戏剧感 而且那些汉末的重要人物 其实他们都有同样的 在洛阳的这段经历 在西元当校尉的这些人 他又是同事嘛 他也是同事嘛 又是哥们嘛 而且因为史书有一句话的记载 他也没什么依据 他就一句话 因为曹操把汉宪帝迎到许都以后 汉宪帝让他做大将军 让袁绍做太尉 当时的排序呢 大将军的地位在太尉之上 袁绍就勃然大怒 说曹操算什么东西 他死了好几回来 都是我救了他 他怎么爬到我头上来了 有这个意思吧 这个话呢 是这个三国志有记载的 但他没讲 以前怎么个就救过曹操 对对对 他们俩关系密切 这是有依据的 所以我这里面 大量的写了他们俩关系 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 怎么好 甚至最后袁绍入狱 也是曹操救出来的 那当然都是编的了 甚至关渡之前 我还让他们俩见了一面 这也是历史上没有记载的 大概他这个是这么一个 是什么个情况呢 就是你看根据历史的记载啊 是正史的记载 是和静进宫 要太后杀宦官 结果被宦官杀了 宦官张让把和静杀了 而且行刺的那个人是有记载的 就叫曲木 曲木呢在正史上只出现了这一次 我最后让他这怎么说贯穿史中 他因为天子旁边总得有个宦官 那么汉县帝旁边宦官 我就让曲木干了 那么张让杀了和静以后 袁绍兄弟就起兵了 袁绍在都庭起兵 袁绍到宫门放火 然后带着人进去 杀了两千多宦官 逼得张让挟持天子和陈流王出走 夜走北盲 这是有正史记载的 但是很奇怪的他留下一个空白 就他们夜走北盲以后 不是碰上董卓了吗 碰上董卓以后 这边朝廷派出的官 他当然不是曹操这些人 是另外一个人 卢之 不管他了 是另外一个人 他说了一句 有兆 命周木 董卓退兵 董卓就怼了一句 你们要什么兆 传什么兆 你们这帮人文不正治国 武不难安邦 以至于天子蒙臣 你还有资格让我退兵 带着军队把这个天子和陈流王送回来了 送回来以后 皇宫已经烧毁了 至少烧毁了部分吧 宫门是烧掉了 宦官杀了两千 不遍地都是尸体吗 这袁绍和袁树居然什么事都没有 嗯 你就合情地吗 他也没有去承担这个后果 都没有被问责呀 就大家稀里糊涂就好像没发生过 这个 怎么合情地呀 嗯 所以我就安排袁绍和袁树的叔叔原委 当时是百官之首嘛 太傅嘛 他就吓到命令把这哥俩抓起来 表示大义灭亲啊 查 怎么回事 嗯 那么董卓一看 这个董卓呀 他为什么能进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董卓以前是袁维的部下 啊 袁维当司徒的时候 董卓在他府中当一个办事员 职位非常低的办事员 是袁维把董卓引入官场 引上仕徒的 叫门生物理 老领导 他就想是 把他弄过来 不是就自己人吗 就跟自己家一条狗一样吗 他没想到袁家的忠犬 把拴狗的绳子 拴到主人的脖子上 就把这个袁绍兄弟 我当然还有张老女部啊 我还加了两个人 四个人一起捆起来 下狱 查办 就在这时 突然发现传卫玉玺丢了 传卫玺丢了 这是正式有记载的 传卫玺玺就在这个时候丢的 后来被孙坚 在那个什么井里面找出来的 这时候丢了 董卓一看机会来了 就问杨彪 说这个 好像这京城 就是你们袁家和杨家管着的 管得挺好的 这天子也没了 玉玺也丢了 看来这地方得我来接管 那两人都说不出话来 但是也没表示同意 那董卓就使了个眼色 那下面他有两个家伙 一个叫李爵 一个叫郭四嘛 就一人抓起一具尸体 啪扔过去 把窗户打碎 木头窗户 太粗鲁了 怪不得我们梁州人 被人看不起 这功底面嘛 文文尔雅一点 然后再看这两人 这两人无话可说啊 就董卓就把案子接过来了 接过来袁绍 袁树兄弟在董卓手里了 你看董卓怎么收拾那原尾吧 非常好看的戏 后面是 逼的原尾 叫三顾董府 董卓一直跟他装模作样 董卓公共进去 他插着手 低着头 自称旧部 称对方民工 哎呀民工光临寒舍啊 旧部怎么着啊 惶恐啊 逼的那个原尾一点一点 最后把原家这个四四三宫 一百年的百年老店 就被董卓这一下子给摧毁了 哎这个过程很精彩 而且这个过程感觉 不光是正式啊 可能三国宴以立面 其实也根本就 没有提都没有提 感觉好像大家也不在乎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子 董卓来了 他就突然就控制了所有 那金师利这些势力 好像也没怎么讲 就土崩瓦解了 他最到最后 原尾已经完全没办法 就原尾其实还端着的 对不对 后来就给董卓送几个女孩子啊 什么的 董卓说那人呢 就看到他部下压了两个人来 然后说民工啊 这两个人就是烧那个宫门的 两个合进的那个旧部嘛 那原尾说那当然要延办嘛 是啊是啊 但是呢 因为这两个人呢 是我弟弟的小兄弟 我下不了手 今天一看民工 大义灭亲 连亲子子都抓了 我弟弟的爸兄弟算什么 我就把他抓了 我一定大义灭亲啊 原尾像求情的说不出口 到最后 原尾实在扛不住了 就来真求情来了 董卓知道他在求情的 先说民工啊 旧部还有一点工事要处理啊 原尾妈说 老夫回避 哪里 旧部有什么可以隐瞒民工的呢 哪敢隐瞒啊 民工请坐 旧部就处理啊 把董臣叫来 说这个 我军都进城了吗 董臣聪明啊 妈说 正在进啊 说每天我们进来三千 他实际上是我 我这个故事 也是有历史依据的 嗯 就董卓因为只有三千人 三千人他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每天进城以后 晚上化妆 从老百姓出城 第二天换了军装再进来 每天进三天 每天进三千 弄得洛阳以为他很多人 说这个怎么表现 我就让他明着和董臣对答 演戏给原尾看 为什么每天只进三千啊 董臣也聪明啊 就做那个做一代照的那个董臣 嗯 他妈说 一次进太多 怕惊扰百姓 其实每 他只有三千 都是什么一次进太多 那进几天啊 五天了 哦 那就来了一万五嘛 董臣妈说 还要加上 宾州军 宾州军怎么回事 吕布已经把军权交出来了 他说这些话 都全是说 演给原尾看的 那你们朝廷大臣们 的安全有保障吗 有 所有的府邸 还有郡邸 郡邸就是各郡的住进办事处 嗯 我们都加强了安全防卫 董卓又还撞摸这样说 那不能惊动各位大臣啊 没有 小的们都是远远的看着 不上前 就用这种办法告诉董 原尾 然后最后 扑通老夫叫着董卓 制作重影啊 把他们放了老夫球里 他还不能简单放 他怎么能简单放呢 又安排一次过堂 你把几个案犯 走过来审问一遍啊 厉害的 那谁来审呢 曹操 让曹操做主审 然后原尾 董卓 扬镳 叫监审 你就看着曹操怎么审了 曹操通过审这个案子 把袁绍给放 非常好看 这就是曹操救了袁绍一次 曹操救了袁绍一次 然后出来以后 董卓就要找袁绍换皇帝 就开始了 故事就一个接一个来了 对 因为中间其实非常考验的是 这些人物的政治手腕 他不完全是战场上 是政治手腕 是政治手腕 哇 这个真的是 其实历史更多是个框架 细节到这些具体的故事里面 那真的就是文学创作 要不会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想象空间 而且要合理想象 因为他毕竟 要合理想象 他中间有很多 其实是有点像那种 政治小说这种感觉 你要合乎这些人的身份啊 包括那种官场的 这种交往的法则啊 必须符合那些交往的法则 我称之为 在彬彬有礼中 剑拔鲁脏 对 这已经具备了那种 职场小说的那种特点 我可以负责任说 不会浪费任何笔墨 哪怕我的一句贤笔 其实都是有含义的 我连一餐饭都不随便吃 我这本书里面有一段就是 袁绍勤董臣吃饭 吃四道菜 全是有含义的 很多人就会读到这个地方 吃饭就刷翻过去了 那你就漏掉重要情节了 每一道菜都不是随便吃的 我感觉您创作的时候也是有这种 就希望那些很认真的读者 能够去推敲这些东西 对啊 他当然这个读者嘛 他有完全有阅读的自由 他可以跳过去 你不妨碍他读下面的情节 但是我有义务提醒就是 我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 就这样你看还三大本呢 而且很多时候你要从合理出发 你可能现在把这个人物摆在这 然后推敲他们之间能怎么发生 就是你说的这样 先说这要有一件什么事 是吧 因为它是历史小说嘛 对对 你这个事情它是必须有的 那有件什么事情 那么有哪些人参加 那么他们当时碰到这么一个问题 他会怎么讲 他会怎么做 他会怎么说 我必须进入那个人 然后还有好多人物 这一堆人物在一起 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怎么样的冲突 在这种冲突下 他是什么样的语气 他对天子说话是什么语气 对部侠说话是什么语气 他什么性格 他又说什么话 那都是反复推敲的 但是灵感来以后 写起来也很快 但是如果有一地方卡住了 也可能几天写不了一个字 就得想了一个梗 他在哪 突然一下有灵感了 就很快 因为那些人都在我心里装着的 都跟自己家人一样 如果你有兴趣读完 我相信一定会喜欢 好 非常感谢一中天老师 今天带来了这么多 关于你自己的小说创作 关于曹操这本书 这么多内容 而且不光是我们谈的 其实除了这个小说本身 对吧 您对这些人物的投射 其实反映了很多是作者 对那个时代的 一些自己的看法 对吧 尤其是前半段 您这个品评人物这块 虽然没有多谈 但是我觉得 有一些点非常有意思 好 谢谢 非常感谢今天一中天老师 来到胡左胡右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